微弯固定 直接挺胸 往上戴 想戴法 讓自己做到發俠立點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做 伏地挺身的加強版 我用的是Tim Joy的彈力帶 然後它是免感的 身體比較不會不舒服 如果你家裡沒有這種彈力帶 也沒有關係 可以用一般的橡膠 或是矽膠的彈力帶也可以 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會是做一個超級組 也就是兩個動作加在一起 第一個動作會是用彈力帶 在你的背後 做一個加壓的伏地挺身 做到立結後 起來做夾胸 核心一樣收緊 屁股不要塌下去 在一個置重的位置 直接開始做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力 一般我們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手肘的高度不會跟肩膀一樣高 它會比你的肩膀位置再低一點 手臂跟你身體的夾腳大概是45度 彈力繩固定在身體的後側 推的時候會是這樣推出去 所以如果你的手掌位置太高的話 你的彈力繩就會跑掉 這個時候你在練的就會是你的脖子 讓它維持在我們肩胛骨的位置 可以用你的後三角還有肩胛骨 來當指標的位置 讓你去記住 伏地挺身做完之後 彈力帶夾胸也是一樣 會落在這個位置 南瓜夠大就卡得住耶 好像知道了 那這樣南瓜太小的人怎麼辦 那就先養南瓜 那你要教大家肩部訓練嗎 會後面會跟大家分享 居家的嗎 居家的 胸背肩腿都有 那你跟他們打狗狗 打狗狗 好 胸背肩腿都有 打狗狗 我伏地挺身 標準的做 原本大概可以做到五六十個 甚至以上都不是問題 但剛剛大概做二十個 我就力竭了 做這個夾胸 我也大概做十五到二十個 我覺得它的強度 跟健身房的落差 會比較低一點 當你的訓練量 跟訓練強度 跟健身房差的太多的話 你的肌肉就非常有可能 會有流失的情況 時間到了 第二組我們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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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我刚刚在做的时候 我节奏不会太快 因为我们的重量不像在健身房这么大 我们能变化的就是加上小工具之外 还有调整你动作的节奏 当你动作放得越慢 你的强度就会越高 这里不是说越慢越好 我个人比较习惯的节奏通常都会是 顶包稍微停留一下 或是说拉到最长的时候停留一下 像离心的时候时间大概就是一秒至两秒 不要变得连续做 因为连续做的时候你通常会直觉的去做 那有时候会用到比较多其他的肌肉来代仗 试着放慢你的节奏 然后加一点强度 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下的张力 都在你的目标肌肉上 那才会是真的有锻炼到 那我会做六组 组间休息一分钟 这个过程会比较喘 然后会流比较多汗 都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器材的话 你有没有推荐的取代方案 好 直接做递减的重量 不用弹力带 直接做肥肌挺身 做完之后 直接改成跪姿 再继续做 做到立节 直接膝盖跪下去 继续做 这个会是一个强度比较低 或者说你没有弹力带取代的训练组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第二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会需要一张椅子 或者是桌子能够把你的脚垫高 我们等下要注意就会是下斜的伏地挺身 汗水 泪水 我都分不清了 有帅一点的卸琴拳吗 那虽然它是下斜 可是它对于我们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 它其实是类似上斜胸腿的动作 刺激我们的上胸部位 所以在做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的髋关节会有点弯曲 为了就是让我的身体的角度可以再更大一点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你也可以把你脚再垫高一点 你身体就更倾斜 那越接近垂直于地面的时候 是越往上胸膀 我们等下的角度就会是倒立 跟一般伏地挺身的中间身体是斜的 你现在非常的湿润 对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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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得在做的时候 手的位置不要太往前 也不要太往后 都会让你的手腕有过多的压迫 所以在做的时候 自己身体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 下去的时候我说过 尽量让我们的前臂是垂直于地面的 好 刚刚有讲到我们身体的角度要做出来 你才有办法像上斜胸腿的时候 一样刺激到我们的上胸位置 那再来就是训练的节奏 下放 离心的时候 买到定点之后上来正常速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对你来讲强度太高的话 你可以选择现在这种降线动作来执行 那就是不要移植 我们直接在地面做 这样子 那一样注意膝盖不要移动 屁股也不要移动 看我的下半身其实是固定的 找到角度之后直接下去 就是肘关节跟肩关节为二作动 没错 好 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 我们做的是双椅撑体 也是两张椅子的dip 会有点类似做推的动作 往前倾 往前倾 就在我的胸肌训练实录里面有讲到 那时候我们用双杠撑体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今天是用椅子来做 等下再做的时候 因为椅子高度 椅子高度 因为椅子的高度不高 所以我们等下再做的时候 除了宽曲之外 我们膝盖也要弯曲 脚不会直接触碰到地面 那也因为宽曲的关系 我们身体会很自然的往前起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吃鸡的下胸位置 然后再做的时候 手肘如果往内 这样子做 就会偏向我们的三头 如果是打开一点 就会比较偏向我们的下胸 椅子的宽度也可以依照你的肩关节 还有你坐起来整体的角度来做调整 像我我觉得也是比肩膀再宽一些些 那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位置是 直接握在最前面 会有一种撑着杠的那种感觉 别人在这里的话 有时候会觉得手腕的压迫比较大 有看到 在做的时候直接是用自身的重量做一个deep的动作 因为前面已经有两个强度比较高的训练动作了 所以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很容易很快的就力解 或者说根本做不起来 所以像我刚刚在做 我大概是八下就没有力了 没有力的时候 就直接把脚踩在地上继续做 那这时候脚给的力量 就依照你自己 想给自己的强度来做调整 不要给太多 因为如果你完全是站着的话 你完全没有受力 所以像我的话就是轻点 快没力的时候 我可能脚再绑多一点 你可以解释一下轻点 就是轻轻点 那大力点呢 你只需要一点点的力量 你就可以继续做了 觉得你可能做五下没有力的时候 再多一点 六 七 OK 八下力解 如果你今天是标准的 腾空的 没办法做到的话 一开始就直接让你的脚踩在地面上 没有关系 想办法让自己做到八下力解 那如果你可以做超过八下 那就代表说你脚给力量太多了 但是如果他们家里面有稳固的椅子 两个长一样的 那怎么办 两个桌子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一样的桌子在家啊 那就请两个长辈来帮忙 哈哈哈哈 请他们背上 两个一样高的 然后一样稳固的平面 板凳可以吗 板凳可以 板凳如果太低的话 你脚会碰低 那扁蛋可以吗 那板凳宽 扁蛋长 板凳想要板在板凳上 接下来要出码是 TimJoy的十合一拉力器 那很多人都在限时动态里面 问说怎么固定在门上面 因为有附这个门档 所以其实只要把它夹在外面就好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一个上斜 所以我固定会是在门的下面 你可以随你的要做的角度来改变你要卡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卡在下面 这里 直接把它放在门的后面 然后尽可能的放在门的中间 然后直接关起来 拿紧这样就好了 这边提醒大家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锁门 不锁门的话 有人一进来一打开 就很有可能脱落 然后喷蛋 喷蛋 喷脸 喷哪里都有可能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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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进来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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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直接做单一组就好了 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动作 然后如果在历劫十二下 动作的要领呢 其实很简单 固定好你的身体 你要前后脚站 弓箭步也可以 如果身体容易晃动 你可以做一点点宽曲 保住身体的稳定 然后在做的时候 肘关节 微弯之后 就固定了 过程中不要去弯曲它 微弯固定 直接挺胸 往上带 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上胸这里 它收缩的角度 就是往我的上胸带 这个时候这边就会是收集的 大家看到我在做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的 把我的动作品质拉到最高 然后在顶峰的时候 稍微停留一下 身体也尽量不要去甩动 那这是居家训练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没有过多的重量 可以来做安排 只能在有限的张力 有限的强度 有限的重量 之内 改变你能改变的 我觉得节奏跟组间休息是提高强度 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总训练组组会是24组 那原则上 一定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完成